劉民姐我们现在跟你一起来请教 跟你一起聊聊 关于现在的柯智恩 要去高雄这边做一个选举 但是好像人都还没到这个侧军 侧翼网军就疯狂打柯智恩 但是打着打着 好像莫名的就已经把这个枪 打到蔡英文总统身上去了 这部分怎么说 是的 当然民进党的 整个侧翼的策略 我想现在全台湾的民众 已经心知肚明了 因为民进党的 选战攻击的这些烂招 可以说叫做好狗出不了新把戏 他对于一个形象清新 又长得相当美 又和蔼可亲的柯智恩 本来并不是认为他是一个强棒 可是他一空降高雄 整个非民进党 或者是反民进党的阵营 好像打了一记强心针一样 对于柯智恩的欢迎度 还有拥抱度都非常的强 所以这个时候绿营立刻惊慌 那绿营的他只要一慌张 他一不用脑袋 他还用膝盖来思考的时候 他的塔绿班网路就出动 那他网军出动 都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打法 那典型的低级打法 一个就认为说 你蔡英文论文遭到质疑这么多 好那我就去打柯智恩论文 那这件事情 殊不知真的是很蠢 刚才我为什么说 他们完全不用脑筋 只用膝盖 因为放任自己的侧翼 一个叫做翁瑞达的 也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位教授 总之有这样一位叫做翁瑞达的人士 就出来攻击说柯智恩 什么学术没有伦理 然后他都找不到他的论文 就立刻被打脸 第一个他的论文 他有两篇论文 他用他自己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来分析这两篇论文的 不同的一个案例 这在学术界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因为那个学术成果是自己的 结果这位没知识的翁达瑞 竟然说他叫做自我抄袭 你明明是自己的观点 那我在自己的内容里面 我引用我自己的观点 这个何错之有呢 那如此可笑的言论 也出在他说 他认为他Google不到 这个柯智恩的博士论文 结果没想到立刻被网友就打脸 包含非常善用网络的 国民党青年部的主任 陈冠安他就讲 他说翁达瑞只能搜索到 两笔柯智恩的论文 而且找不到他的博士论文 这件事情真是太可笑了 表示这个翁达瑞连基本的Google都不会搜索 那这样子还可以说是学术界的一个权威吗 因为就在他一指控柯智恩的第一时间 网友马上就把柯智恩的论文连结放在网路上 而且这个翁达瑞只搜索到两笔 陈冠安立刻可以搜索到92笔柯智恩的论文 而且有四篇柯智恩的论文 就放在柯智恩所服务的淡江大学的官网的上头 这么清楚的情况 对于柯智恩来讲 这样子勤勤恳恳一步一脚印 非常有学术声誉的人 你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抹黑 结果你当然回来 就像这个回力圈一样 你一定会反打到自己的人 结果用这么低劣的塔律班的手法 打到的是谁 打到的就是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的论文门吵了这么几年 结果没有任何一个网友 可以轻松的找到蔡英文的论文博士论文连结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板上钉钉的来证明 蔡英文确实有正式的得到博士学位 这么清楚的一个比较 你去打蔡英文 你去打柯智恩 本来大家还忘了蔡英文 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把柄落在全国人手上 结果你用这种方式打击柯智恩 你反弹到了蔡英文手上 那蔡英文的低劣 跟蔡英文的弊案 哪一个不是铁证如山 有十句的比柯智恩的问题严重多少倍 特别是呢 还绿网军还攻击柯智恩什么 美国有房产 美国有房产这有什么问题 柯智恩当政治人物的时间很短 他是一直很专业的在学术界 他之前还是节目主持人 他是一个高收入者 再加上他的家庭的财产 他有钱在美国制产 这个算什么问题 全台湾有点资产的人 在全世界制产的人多的是 这本来就是一个合理而合法的投资理财 他只要没有在他政治的时间 有什么贪污舞弊的情况 你怎么能够去质疑他呢 如果真要质疑 蔡英文的完全不必闲 他不止这个被质疑美国有财产 他还质疑他的亲戚 全部都在美国 然后投资生物科技 而且投资的那个股票 跟蔡英文在台湾 不管他是要去为高端散台 还是他之前这个推广的生计 全部都有他们家族的影子 蔡英文本人必按禅身 完全不知道利益回避 视为何物 然后完全没有绝处伦理 这样的情况呢 你来质疑非常清新 而且无界可及的科技人 这个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说 民进党踢到铁板 而且我最后要讲一句 民进党绿网军再这么无脑下去 本来陈其迈可能是 一面倒必赢的选情 会因为大家觉得 你民进党实在是太美品了 你民进党实在是操作都没薄 民众对于民进党的这种美品的 真的非常大的厌恶 会反弹在陈其迈上面 而且无形中的创造了 科智恩非常高的网路声量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不是绿网军 去攻击科智恩的话 我们今天会讨论这个话题吗 那我们如果没有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科智恩的网路声量会攀高吗 那科智恩的网路声量一攀高 很多人自然会去做民调 那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科智恩要去高雄参选的 或者是认为科智恩不够在地的 对科智恩不了解的 很多高雄的人就开始会觉得很好奇说 哎 科智恩是谁啊 他有什么样的优点 他能够提供我们高雄什么样的愿景呢 那科智恩本身又很专业 他又是屏东出身的人 他对高雄也不能说很陌生 他又侃侃而谈 那这种时候只要大家对他的关注度一高 他的优点展现 那岂不是等于绿网军替蓝营 平白做了科智恩的声势吗 我觉得绿网军这一波 这个完全没有大脑的 无差别的随便乱攻击呢 这一次应该是吃到苦头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 旺旺水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8平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